我们现在出发去改造我们后备箱 我在户外摆摊两个多月了 遇到了最大问题就是日晒跟雨淋 下雨很难搞 因为我们都是在户外 这个地方是没办法去打地丁 基本上也没有位置去让我拉风绳 后来我搜索到了旅行僧 关于改造车尾天木的视频 我上网买了一些配件 我买了两根这个天木杆 把它支在这边 在这边打几个洞 把拉毛罗姆塞进洞孔毛住 再用拉环螺丝钉拧紧 用扎带把天木杆绑在后备箱的车门上 往上撑 撑完之后呢 这边再来一根杆子立在这 再把它这样左右伸开 这样子我就有一个车尾天木 所以我们要先改造一下后备箱 打几个钉子 现在我们要去找气修城 他说他有打拉毛螺丝的那些工具 到了到了 我就是要锁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然后这边再打几个 要加那个圈圈吗 对我要加的圈圈 然后我有天木杆拉那个天木 对 是的 打孔的环节倒是很顺利 拉螺丝可把大家拦住了 自制了普通螺丝当拉杆 用手电针回退将螺丝拉开 失败了 然后大家又头脑风暴 自制了手动的工具 拉坏好几根螺丝了 拿错 没错了很久 不行 没打成功 等我买了工具的时候再来吧 我还记得不及了工具 没有工具 然后我为了工具